也是关心长辈 公益团体这会儿是把行善的触角 伸进了燕朝区的人爱之家里 社团成员在先前曾经走访了 人爱之家来关心长辈的居住环境 而回到社团当中讨论之后 大手笔的更新床垫 还送上了全新的饮水机和电视机 看着全新床垫就定位 长辈笑得何不拢嘴 透明包装膜还舍不得拆 来到了公用区 只见另一位长辈拿着茶壶装满水 准备回房享用 为全新的饮水机来个象征性的 启用仪式 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只有热水 现在还有三种水很方便 设备更新用过的都说赞 加上展新42寸大电视 全是来自公益社团的抛砖引玉 我们就说那个长辈 平常对社会的贡献这么久 这么多 现在住在这里 也要让他们住一个舒适的环境 行善的公益活动 经常在做 那这一次是抛砖引玉 那以后有需求的话 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继续来为社会来奉献 社团伙伴多次实地了解长辈需求 一次大手比的将仁爱之家松柏楼的92张床垫 以及电视等设备更新 社会局长再替长辈向民间资源寻求协助 市府社会局规划仁爱之家的老旧设备 要逐年编列经费改善的同时 不忘对外呼吁 派民间的爱心继续支持 各种新闻文远朱宇宏 财宝报道